字幕、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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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Jimmy 今晚要做蛋卷 然後現在去白貨裡面賣一些食材 右蛋卷 就是那種卷起來右的 第一次做 是我女朋友推介的 要让她今晚就比较开心 因为做实验就好了 好像做了三个月终于就成功了 恭喜哦 那我们去吧 拜拜 前面一点都不塞 拜拜 拿豆腐啊 捏碎豆腐 然后呢 跟肉混 然后拿去煮汤 哦 那不是成了豆腐又粥吗 不是 好吃 先来个咖啡味道的 面包 嗯 不错 咖啡味道 蛮特别的 这就是泰国比较大的一个白火 因为相当于国内的海外玩家或者沃尔玛那种 沃尔玛 打个姜 选一些番茄 番茄作用很大 做番茄炒蛋 做一些 番茄蛋 很紫菜汤啊 那些都不错 选番茄 可以选几个红的 再选几个没那么熟的 因为要放了 红的就是最近要用的 每份拿出来都还可以 六个一般大小的番茄 十八泰柱 就是四块多也名币这样子 为什么不能吃这个哦 因为你就给我放在那边放个半年都不吃 没有 半月了 不好吃啊 嘿嘿 吃什么好呢 这种有木瓜 不要吃这个 看起来不好吃 这个看起来不好吃 那就不要了 那就要水多多这个吧 蛋卷不能缺就是蛋了 好 选一个蛋CP的 买这种吧 哦这个裂掉了 OK 蛋 不要压在番茄上面 对 番茄压到蛋蛋上面 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139泰柱一公斤的 又30块人民币一公斤 就15块一斤这样子 再一点点 好 哦 这样就500多 这里就一斤了 一斤多少钱 75 对 15块人民币这样子 有鱼了 我买一点鱼 直接做一些水煮鱼啊 什么酸菜鱼都很好做 哦 去哪个 这个蛋买一送一 那就去买多一个 就去买多一个 你配合 这个BigC就可以用支付保支付了 开车 哦 小心蛋碎掉 小心蛋碎掉 什么蛋碎 这个蛋 哦 哦 好好好 小心蛋碎哦 好好开车 嗯 在泰国生活呢 还是习惯用国内的酱油 还有料酒 这些花生油啊 麻油啊 其实泰国都有 还有蚝油老抽 这边都有 还有一个 太太乐的鸡精 其实啊 泰国也有啦 但是呢 我在国内带过来 到现在还没吃完 鸡心的把姜去皮 会用到姜啦 嗯 首先呢 把蛋打发 把它打均匀 锅 热均匀一遍 煎蛋 煎成一个薄薄的蛋皮 小公寓有点小啊 但是呢 武将取全了 在热锅里面放油 再搞均匀一点点 到下半夜 锅一定要热哦 这样才不会粘锅 把它搞防一点点 还剩下最后一点油了 把它卷起来 还剩下最后一点油了 可以一次性做多几卷 放在冰箱里面冰着 放在冰箱里面冰着 开锅 这个看香还不错 把它切一段一段的 其实啊 味道很不错 这个蛋很滑 里面的馅 就像饺子馅一样的 有空的话 把冰箱的拿出来夹热 这样就可以吃到自己做的 一顿简单的饭菜啦 很适合平时美食先做饭的人 好